不过呢 这也能看出 陶阳的当时啊 到底有多疲 也难怪如今的大林子在台上啊 还不忘吐槽陶阳 陶阳 就是坏死了 这个孩子 不仅敢捉弄少班主 就连副总鸾云平都没放过 鸾云平身为德云副总 掌管着德云社的商业大权 可以说是 在一众师兄弟当中啊 无人敢惹的存在 可偏偏陶阳 却是那个例外 在早年有一场 德云四少的演出上 本意啊 是想让陶阳给观众唱上一段 可谁能料到 陶阳上台后啊 当着月云鹏 罗云平 孔云龙的面 夸月云鹏队伍的相声好 直接一句话 得罪整个一队和三队 要知道 当时的德云社 可持有三个演出队伍 而这三个人呢 分别是三个队的队长 这三位队长都是在台上 陶阳就敢这么说 他这胆子可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不仅如此 在后来和鸾云平的一次演出中啊 陶阳更是直接在台上 公然朝鸾云平的大褂下了手 排上解副总的大褂扣子 这块操作也是绝了 而看着如此调皮的陶阳呢 哪怕是身为副总的鸾云平 除了宠着 哪还有别的办法呀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